為了典展現保理町主要山社區 在水埔局看役界尾及歷史照顧站的成果 社區在文園勞求生態橫區 基盤金牌主要山三個行銷及社所成功店 希望未來主要山社區可以持續剩養 帶動保理町國社區發展 保理町主要山社區是全國的金牌農村社區 這次基盤社區在我們活動 帶大家參觀文園勞求生態橫區 為了解國行的成果 所以今年我們有一個金牌行銷計劃 主要在發展社區的觀光產業 我們成立觀光推動小組 那明年度我們會針對我們觀光小組的成果 開始會推動我們社區的小旅行 跟各式各樣的參訪活動 主要山社區推動國行的發展 包括生態歷史照顧、社區營造方面 國行的成果讓人很緊張 比如說他們有很多蝴蝶的蜜圓、石草 跟很多埔里在地的老樹 比如說桃子百日青 像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把過去的故事 跟現在的故事把這些內容告訴給小朋友 讓他去了解我們職務生態的富裕 然後跟社區總體營造的一些故事 然後讓更多埔里居民能夠對在地的這個土地 能夠更有認同 埔里町長的了解先表示 經過社區用什麼打造後 文言老舊生態橫區 將成為埔里町新興的觀光景點 我相信對未來的發展觀光是一個很好的景點 因為裡面的老樹、珍貴老樹非常多 包括它的生態的富裕 包括蝴蝶、魚類物種 甚至白魚這裡都有 做得真好就是 對我們產業行銷是一大的亮點 這次檜南國小學校長也帶學生担任活動表演 並且參觀生態橫區 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學校生態教學長所 老樹公園裡面不僅有很多珍貴老樹 還有很多富養的魚類 也就是說是多元的生態 那還有蝴蝶 還有現在有社區主打的珠寶基 我覺得不僅是環境教育 還有生命教育 永續的發展 對學校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教材 希望未來主要選社區 可以持續來出頭 帶動保理定的社區發展 讓各社區也會向經濟的發展目標 幫助社區擁有經營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導